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的心境 我里面 我决定我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这一天 求神帮助我们 在上帝的爱 上帝的话语里面 你有一个最好的心境 被预备好 这两天和大家分享说 婚姻当中 怎么样能够 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跟你一起走人生的路 意象很重要 带出同样的方向 再来是关系 但是关系 很多人都说 相爱容易相处难 要爱一个人 不那么难 第一眼看到他 就爱上他了 他的讲话 他的声音 他的头发 吸引我的不得了 但是一旦真实的在一起 相处之后 有很多事情 不是只是谈恋爱时候的那种 我好喜欢他的眼睛 我喜欢他的声音 我喜欢看他打球 我喜欢看他弹琴 不只是这些 有很多很实际的事情 要去面对 婚姻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变数 因此我们要认真的 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去经营一个婚姻 经营一个带着祝福的婚姻 怎么样经营呢 和你分享几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让任何 有可能 让撒旦来攻击我们的破口 在我的婚姻当中存留住 把那些挪开来 昨天说 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我以前喜欢写日记 在日记里面 常常会留下一些 我跟我以前的 那些交往过的那些朋友们 所留下的一些记录 我其实很珍惜那些日记的 因为我觉得 那就是我成长的 成长的一个记录 就是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但是当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我跟主说 若有一个人在基督里 他是新造的人 我不可能变成一个 全新的人进入婚姻 我必须承认 在我认识我太太之前 我有别的朋友 然而在进入婚姻的时候 我说主耶稣 我渴望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 有一个婚姻 要是全新的婚姻 把那些在过去的旧事已过 从我的生命当中除去 我很舍不得丢掉那些日记 因为我写了很多年 可是我做一个决定 我不要有一天 我跟我太太吵架 父亲哪有不吵架 父亲哪有不会有摩擦的时候 我就想说 回去看看我以前的日记 你看看我以前跟他多快乐 以前那个都 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我就算跟我以前的女朋友吵架 真的在一起 我们也会吵架 但是在回忆当中 常常想到都是最好最美的那一段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的日记丢掉 真的丢掉 我不要让撒旦有一个机会 攻击我的婚姻 借着过去留下来的那些 以前的点点滴滴 从我的生命里面除去 我也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面对婚姻的时候 是没有遗憾的 那个没有遗憾是什么 我在结婚前去找到 我以前交往过的那些朋友 我去跟他们 该道歉的去道歉 该饶恕的去饶恕 有一些没有讲清楚的 去把它处理清楚 有一些见面谈 也有一些我直接用写信 或者打电话 有些不一定见面 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进到婚姻的时候 我渴望在耶稣基督里 好像一个全新的人 结婚叫做新人 新郎新娘 我跟主说 从那一天开始 我是全新的一个人 过去所有该处理的 该处理的东西处理掉 该处理的关系处理掉 该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解决清楚来 以至于我站在圣坛前 牵着我的新娘子的手 在那里立约的时候 我心中可以了无遗憾 既没有遗憾 也没有牵挂 因为那些东西都处理完了 我要祝福你 把那些东西处理掉 把一些不正常的关系处理掉 把一些不应该有的记忆处理掉 在神的恩典当中 祝福你享受一个 在基督里全新的婚姻 我们一起祷告 主谢谢你 我真相信 一个人在基督里 是全新的人 一个婚姻若是愿意 回到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婚姻也可以成为 一个全新的婚姻 在基督耶稣里 享受旧事已过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耶稣基督可以使旧事已过 你要不要放手呢 不要紧抓着那些记忆 紧抓着那些东西 紧抓着那些关系 让旧事已过 感谢观看